狗的咒诀有多灵敏 这条米格鲁警犬只是看了一眼面前的箱子 就闻出里面装有炸弹 随着他一声大叫 市长立马中断讲话 让全场的人迅速撤离 随后派来专业的拆弹小队 小心翼翼的打开箱子 结果里面装的却是一根火腿 瞬间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嘲笑 市长也因此大怒 米格鲁十分愧疚 就连一旁的警犬也说他是菜鸟 就这样米格鲁失去了工作 脱掉身上的警服 独自走在街上觅食 突然一个坏人出现将他抓走 把他关进一个地下实验室 里面被关押的还有很多流浪狗 而这里的主人就是这个看似意表人才 内心却是个小恶魔的博士 为了研发改造基因的药剂 他专门抓流浪狗做实验 只见博士掏出一只超大的药剂 准备给米格鲁注射 突然 接着米格鲁趁机逃脱 在实验室上次下跳 慌乱中意外打翻了装药剂的柜子 身体吸收后产生反应 竟然直接撞破大门 逃之夭夭 原来这些药剂是黑博士研究多年的心血 只要注射就会改变基因 拥有猎豹的速度 老鹰的飞翔 以及大象的力量 米格鲁逃出后饿得不行 于是来到垃圾桶翻找食物 这时三条恶犬走了过来 表示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说罢就要追赶米格鲁 就在米格鲁逃跑时 迎面一辆汽车撞了过来 车主赶紧下车查看 幸好米格鲁及时躲进车底 安然无恙 男人看他可怜 于是便好心将其收留 殊不知 这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狗 回到家后 男人开心的把米格鲁 送给儿子阿帅当做礼物 一开始阿帅十分抗拒 因为他觉得养狗太麻烦 但看着米格鲁可爱的模样 阿帅还是同意了 从此他也有了新的名字 富贵 然而富贵到新家的第一天 就开始闯祸 前世不小心把家里的罐头咬破 就像奥利格一样撒在墙上 看见送快递的小哥本想打招呼 一个叫声却把玻璃和小哥都吓坏了 想拿沙发下面的网球 结果直接把沙发掀翻 很明显富贵并不清楚 自己体内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阿帅回家后直接傻眼了 他不敢相信这是一条狗所为 父亲肯定也不信 挨揍的一定是自己 还没等反应过来 富贵居然开口说话了 一开始阿帅还以为听错了 直到富贵当他的面开口 阿帅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的他想要静静 于是来到公园散心 询问富贵到底是什么品种 这时静静同学刚好路过 并且还带了一条漂亮的母狗 富贵瞬间被迷得神魂颠倒 然而对方却认为 他们两个都是屌丝 毫不留情的转身离开了 之后阿帅想测试富贵的其他能力 而富贵也用实力告诉他 自己并不是普通的狗 但阿帅肯定是个屌丝 由于好奇 阿帅问富贵能不能听见远处的人谈话 显然这对富贵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突然富贵听到静静的求救声 原来他被两个壮汉抢劫了 富贵见壮赶紧撒腿狂奔 然而跑着跑着 他竟然飞了起来 虽然还没有熟练掌握 一路跌跌撞撞 破坏了不少东西 但也机缘巧合成功制服了坏人 接着富贵把相机还给静静 转头离开 之后警察赶到将坏人绳之一法 询问静静救人者的长相 于是根据静静的描述 他们画了个四不像出来 回到家后 阿帅意识到富贵可能是拥有超能力 告诉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 成恶扬善 之后特意为他设计了一套 和超人相似的战役 从此超狗正式诞生 只要城市出现坏人 富贵就会及时出现阻止 将坏人绳之一法 以及即将发生的意外 富贵也会第一时间赶到 避免灾难的发生 随着富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做的好事越来越多 媒体不停的报道 让富贵一夜成名 甚至连政府都为他设立了超狗日 这个名字大家不要多想啊 与此同时 黑博士知道后七级败坏 认为所有的荣誉本该归他所有 毕竟药剂是他发明的 于是为了东山再起 黑博士让手下去抓富贵 一个女人悬挂在白米高楼之上 双手死死抓住窗檐 下面围满了吃瓜群众 眼看女人就要摔成肉饼 幸好超狗及时出现救下他 就在大家夸赞超狗时 女人竟转身绑住他 原来他是博士的手下 为了抓他男扮女装 但这也太不把超狗当回事了 愤怒的富贵直接拖着坏人 在马路上飘移 在撞了无数个建筑物后 绳子终于断了 博士得知手下失败后 七级败坏 之时手下拿出富贵的狗牌 成功得知了家庭住址 之后趁阿帅家里没人时 抓走了阿帅的父亲 把他绑在地下实验室 逼迫他大喊富贵的名字 富贵听到后赶紧通知阿帅 随后立马赶到实验室 富贵为了救他们 自愿配合博士抽取DNA 然后服下红色药丸 变回了普通狗 得到DNA的博士复制更多药丸 喂给自己的三条狗 随后大摇大摆来到市长面前 强行控制住市长 另一边阿帅解开绳子 一行人赶到市长门前 此时黑博士让手下在楼顶安置炸弹 同时把药剂绑在上面 试图利用药剂掏控所有人 富贵好像意识到什么 独自从管道溜进去 弓到博士的身上把药丸打翻 就这样富贵再次获得超能力 博士健壮自己也服下一课 有了超能力后 瞬间就制服了富贵 很快他就被三条超广包围 这时富贵念叨 主斗燃斗旗 斗在腹中切 本是同根生 相见何太极 狗狗们瞬间恍然大悟 转头开始攻击博士 接着父亲突然出现 给他注射药剂 让博士变回了普通人 此时炸弹还有一分钟就要爆炸 富贵赶紧飞到楼顶 把炸弹含在嘴里 然后开始往地下刨坑 等到足够身后放下炸弹 由于没来得及逃跑 富贵受到爆炸的冲击 直接飞出了大气层 没多久又开始坠落 重重的砸在地上 阿帅抱起富贵痛哭 直到富贵睁开眼 大家心里的石头这才落地 之后博士被关起监狱 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电影到此结束 这屏幕 NOOOOO 啊